好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依旧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话题要跟大家探讨 因为台股这两天的表现真的是强中强 但是类股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都期待能不能回后让我买 好其实有很多的产业都有股票 多头形态没有变 但是可以回后买上涨 好我们先来欢迎这一段节目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K线之神朱家宏朱老师 刚刚破题已经讲了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回后买上涨 朱老师说超级多 像今天鸿海在休息 但是鸿海一休息 朱老师说他的长线目标完全没有变 那回档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机会呢 今天朱老师独家帮大家筛了16档 可以回后买上涨的公司 里面包括什么呢 重电族群 也有IC相关的 也有能源相关的 很广轴承也有 等一下来看看有哪一些领域 过去很热门 现在叫做回后买上涨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存股总编傅旭哥 傅旭哥的蝌蚪头到了 结算的时间了 半年度赚了多少钱 哇真的吓死人 赚了快要50%耶 而且他有把他的存折 拿出来让我们的编辑检验 真的就是赚这么多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 傅旭哥的蝌蚪头 也要重新来检视一下 要纳入新兵咯 好哪些会报到下半年 哪些是下半年现在被低估的新兵 等一下傅旭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 汉伟哥 7月是生计月 最近生计的表现也很好 7月也是奥运月 那这两件事情要怎么样搭在一起呢 好汉伟哥说就跟减肥有关系 哈跟减肥有关系 好因为美国有生产减肥药的大厂 股价不断的创高 台湾也有很厉害的厂商 至于减肥跟奥运有什么相关 等一下汉伟哥亲自跟您说 好首先有请朱老师 你好 这件事情回后买上涨 已经成为朱老师的代名词了 但是要加两个字 多投回后买上涨 很多人空投还在买上涨就不行了 好洪海今天休息 其实朱老师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今天帮大家锁股16党 有非常多热门的产业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我们的大盘 这个辉达股东会前 已经昨天已经表态了 对不对 他已经在涨了 那至于美国这个升息降息 这个鹰派 鸽派都有人 美国的财长他是说预估了 这个通膨两趴很快就会到了 那到了应该就符合 他们降息的条件 那FED的李氏库克也是讲 在某一个时间会降息 但是也不知道哪一天 那当然也有鹰派的了 说可能明年才降 我记得我们连初就讲三月可能降 后来六月 后来九月 后来十二月 现在要到明年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这个变化很多 好那我们只好静观其变 好那美国这个 辉达昨天大涨 所以可以看得到 拉斯达克还有这个肺斑 都是大涨 那我们的台积电也不得了 就涨到二点八趴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盘 也由台积电来带领 台积电一定要跌 我们台积电还是收涨 对 台积电今天已经占上五军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回后买上涨 好 标准的 那当然我们都讲 回后买上涨 也不会百分之百都成功 所以我们在技术面 就会有操作的纪律 就会有一个纪律在这里 也就是你买进去 要先设好停损 停损是哪里 停损也很简单 今天台积电 今天的最低点不要跌破 因为一跌破的话 今天占上五军 你跌破就跌破五军 那就会出现头头低了 那头头低就会进到盘整 短时间可能就会 你的资金就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先退出来 等到以后盘整突破再去做 所以我们联动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最重要 就是台积电 联发哥跟鸿海 F4还要广大 那这三档一看长相都很像 那鸿海昨天领先站上 所以他今天就休息一下 因为他要等一下老大哥 老大哥今天才站上 他昨天就已经是一根长虹吞噬 对 鸿海看起来很强 很强 所以他今天在休息 因为他还要去挑战上次的高点 上次这波涨幅很大 如果他要挑战 所以这个地方会稍微有一点压力 他这边整理一下 那联发科也跟一样 回档一天 然后两天都是红K 所以他基本上他两天都是红 也代表止住了 这个止住 那看这个明后天会不会站上武军 好 再来一次广达了 AI里面的这个指标股叫广达 广达这一根长虹 把他的那个299的高点过了 那过了就会拉回 那拉回在颈线这边就出现支撑了 所以以广达来看 他已经经过回撤 那回撤当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攻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台积电是回后买上涨 那广达跟联发科就等着回后买上涨 所以他还没有上涨 是 所以我们在技术面 其实每一个位置都会很精确 都会讲得很客观 那他没有上就是没有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等一下 好 这个地方 这个是变电视墙了是不是 节目主持人还特别 把一周的绩效拉出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刚好五天 我们在从上次来到现在 上次来到现在 对 大概有谈论到 都是多头的股票 如果你回后买上 这是加钱指数 还是一样创了历史高点 好 那建汉在上礼拜 也是画了一个圆湖底的目标 圆湖底的形态 这个有观众的原因说 被你点名到可能很难回档了 真的吗 好 那我们就先论线了 那他涨幅也接近快20%了 那军豪今天还在 军豪今天是最强的 还拉到涨停板 所以他也涨幅接近20% 好 大绿光我上次有特别强调 这个大绿光已经不能再像以前的看法了 因为他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沿着这个五军多头再继续走 那光阳科 光阳科 还有我们上礼拜讲的也是加钱指数 好 从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就讲说 我们每次举的例子 第一个趋势是多头 趋势要多头 第二个均线是多排 所以这种股票你做到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至于赚多赚少 那到其次 我们做股票只要能获利就好了 好 再来检验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加钱指数也是一样 回档然后两天止跌 那就等上涨 就等他上五军 那他只要上了五军 就有机会去挑战历史高点 因为你没有上 五军还是一个压力 他还弯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一上去 五军就会上来了 他就很容易去挑战历史高点 好 我们在上一个节目有讲 如果能够挑战成功 那就要去挑战两万四 两万四的整数关卡 那鸿海刚刚也有讲 因为昨天他已经站上了 那今天做一个小小的休息 那休息的时候量也缩 那我们一样 他过一二一七点五的话 就有机会攻到两百五十三块 这也是鸿海下一次的目标 因为两百他现在看起来是站稳了 已经站了很多天了 那趋势也没有改 而且还回档还呈现强势的上涨 也是只回来一天 昨天就上来了 所以基本上鸿海还是一个很好的多头架构的股票 如果像鸿海的话 他可能要回到哪里 朱老师才会觉得整个形态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红K低点不要跌破 红K低点要守住 对因为这个红K昨天就是一根支撑 那你不要再跌下来跌破 那跌破就我们技术面来讲就是低低低 因为这是一个低点 那你一跌破就有新的低点 那个趋势短时间就会进到震荡 因为他月线还没有跌破 所以基本上他可能在月线上就去做整理 那这个时候你等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大家都说要回后买上涨 多头回后买上涨 那今天我大概去这个扫描了一下整理 这些都符合多头回后买上涨 所以我一直讲 股票本来就是各类股都有 只不过如果说他是一个题材类股 会股票比较多一点 那其他的类股他还是会有多头的股票 那比如说今天生计 你就看到很多的股票都开始上涨 IC相关的设备的 很多都是今天是回后买上涨 而且还有很多是涨停板 他回后买上涨 一拉就拉个涨停板 那在这里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用技术面去做股票的 那基本上就是他还没有拉的之前 你就应该要去看着他 就像我们刚才那几只不知道是明天会不会站上武军 还是后天站上武军 可是你把他锁住的话 他应该涨停板没有 还没有涨停板 你就应该可以进了 因为你本来就在等他这一根 对不对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操作的经验 因为你是用技术面在做股票的 那我在上个节目有讲 多头回答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月线标准 不能跌破 如果你跌破 要马上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要站上 所以这只股票就很标准 昨天就站上 那也代表这个股票今天就很容易发动 因为他昨天应该要跌 他前天跌破了 可是昨天就下引线就把他拉上来 那就代表月线这里有人在 有人在护盘就撑着他 不让他跌破 那今天就站上月线 很标准又放量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回后买上涨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你是盯到他的 你说我就锁清日新 那你今天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做到第一根的红黑进场 因为他也没有涨停板 你就可以做好 当然还是像我刚刚讲的 进场不保证成功 可是你要把停损停利都做好 那这个很简单 往上一看就是273.5就是压 可是看起来还是有一个空间 对 即使不过 你大概还有一个短的架差 可是我们去看他筹码 倒是蛮好的 好 大户一直增加 大户数码还一直在增加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只股票也是底部反转的 这个地方才刚刚反转底部 而且这边也是四线多排 涨多回来 其实他也只回来一天 这几天都没有动 就是月线有支撑 所以这种股票 如果你把它看到 你就等这个位置 资源也是底部 这也是一个底部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横盘 这个叫多头 这个叫回档 然后也是昨天就给你讯号 因为昨天碰到月线 碰到月线 而且是下影线 今天就很有机会 要拉这一根了 那我们在盘中如果你去看它 因为你在锁股 所以你一定会看我这股票来了没有 你就看它今天就来了 然后再配合一下有量 有筹码 对不对 还有月线穿过季线 因为它是底部 所以这个地方刚刚好四线 四线多排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短多 短多当然这个圆湖底这边有个高点 三百五十几 对三百五十几块 我们就先做到这 然后再去看 其实我们不是到了这边就一定会卖 因为我们做短线就是沿着五军 所以要跌破五军才卖 好 深阳半导体今天也是一样 昨天是不是回档 对 这种股票都是很强 因为它回来一天 第二天就不跌了 昨天是涨的 昨天就涨 那第二天不跌 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好准备 那如果它今天没有涨了 那你就不要动 你就让它确认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 快要接近收盘的时候 你应该就可以确认 好 再来就是绿人 好 因为刚刚那个表没有中电 对对 重电因为它还在底部刚刚休息 是 所以还没有转墙 好 那可是你可以去锁它 是 那我们现在的绿人很热门 因为我们的天气很热 对 天气非常热 所以需要的这些人员会越来越多 绿电 对 现在我想应该每一家晚上都开冷气 是 不然真的没办法都超过三十度 是 对 好 那云豹已经领头出来了 对 不过云豹这支股票一般散户大概也没办法买 因为它每天都涨顶板 是 你很难进场 好 那我们可以跟着它后面的多头架构的股票去看 好 那在绿人的这一部分 大家就会很关心这个重电 对 因为也跟这个发电有关 对 因为我们上礼拜来就有讲这个重电打底了 它底部打出来 好 那也就是说这两天它不太没有什么表现而已 对 所以并不是它不好 只是它这两天没有表现 大家有点急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领头羊叫华城 华城 不过华城因为现在还在关紧闭 对 所以它就在那边不动了 可是它现行非常好 是 那如果华城这个关了紧闭之后 它能够往上冲的话 自然这些就会有行情 它自然就会带上来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领头羊 大家都很关心 是 好 这个是重新打底变多 因为它前一阵子 这个长黑是空头 对 就一路走空 那转成多头 其实它今天月线也穿过几件 是 对 那这里主要它是急涨 这一波是急涨 对 那急涨已经接近前面的压了 所以当然这边就会休息 而且还被分布 对 那昨天 前天这个叫回档 它并没有破坏 它只是回档 而且月线乖离太大 它总要回来休息 而且一样 昨天就止住了 今天没有上五军而已 那如果它能够上五军 现在的压力就在九百六十四 如果九百六十四突破 当然九百八十八就会过 九百八十八过 如果我们用形态去算 会到一一二五 好 这个目标还是没有改变 没改变 九八八过 大概一千块就先到了 然后再上去 大概还有一层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去锁住它 看一下 那这是一个指标领头羊 那它都在相对的高点 那其他的都在低点 其他还没 对 就跟历史高点还很远 但是一样的 跟它一样 都是急涨 然后上来 整理 这个有点像鸿海 昨天是回后买上涨 那今天叫休息 是 今天是一个休息盘 那没有买的人 如果这个上涨 还是有机会再进场 是 因为这是回后买上涨 因为之前朱老师来 有帮我们看肋股 对不对 如果整个肋股的图 也还没有破坏掉 从里面找 也是一种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你就可能要稍微等一下而已 是 好 这边非常谢谢朱老师 谢谢